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实际上我们这是在美国的National Mall 华盛顿的市中心,美国首都华盛顿 我们背后是国会山 我和我的同事杨律师,我们律所的合伙人在一起 我们平常好多时候是在我们办公室录这个视频 今天正好有机缘,正好也讨论移民政策 那么在决定移民政策的地方,在美国国会 这个地方我们来说一下 那么我们新闻名律所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业务是为科研人员 专业人士各类的人才办理EB1A杰出人才 和NIW国家利益豁免这些方面的绿卡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现在是2023年 对这类绿卡的需求或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同时也存在有一些误区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 杨律师和我一起讲到2023年 谈EB1A和NIW绿卡申请的形式和策略 那么刚才提到好多地方有的时候有一些误区 对吧,现在很多人想办EB1A和NIW 但是也存在有提供服务的这方面 鱼龙混杂这种问题 有的人说EB1A是一个捷径 很方便,原来没有办过的人都在办 或者说你办不了EB1A至少你能办NIW 那么杨律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实际上EB1A和NIW还是需要比较高的要求的 那么对申请人的背景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不是像很多中介所说的那样 什么人都能办很容易 很快就能拿到绿卡 甚至有的人说NIW,EB1A几个月就能拿到绿卡 甚至有的人说几周就能拿到绿卡 这些都是服食的 实际上EB1A和NIW对于申请人的专业背景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比方说科研人员,艺术家 在商业上有一些成就的商人 这样的人可以获得批准 好的,谢谢杨律师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 好多现在因为大家都在找办美国移民绿卡的出路 对吧,有的人觉得说我这个申请好像说 看起来字面上符合条件 那就可以上 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字面上符合EB1A的三条条件 或者NIW的三条条件 这个是必要条件 就不一定是充分条件 因为总有一些它是主观的 subjective的这样来决定 所以申请还是需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办 比如有的律所可能原来是办别的类型的 只是现在看到说这个市场好 所以就跳进这个市场里来 我前面提到我们新卫名律所 杨律师和我律所已经有十几年的专门办理 EB1A、NIW这方面的专业经验 那么另外一个误区也有的 比如说在中国的教授、科研人员、专家 或者在美国的博士等等 说听说这个绿卡特别难办 好像也很难有机会等等 那他就被吓倒了 就把说美国绿卡没有希望 我这个还是退而求其次 我办瓦努阿图、格林纳达 这些地方的身份算了 对吧 那么这一点杨律师你是怎么看的 就是说对于专业人士 在本领域有一定的成就 那么都可以办理这个EB1A、NIW绿卡 比方说你是科研人员 你有三四篇文章发表 有几十次的引用 那么你就可以考虑 从个NIW来获得绿卡 如果你的文章更多一些 比如说有十几篇 引用数也多一些 有几百次 那么你就可以尝试EB1A 前面我们说到EB1和NIW 对申请人的背景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也不是说有那么的难 在专业上有一定的成就 都可以尝试申请 如果你对EB1A或者NIW感兴趣 那么你可以联系我们 发给我们你的背景信息 我们会提供免费的评估 好的对我们会提供免费的评估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 所以这些像小马过河水 不是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 也不是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 对吧 具体你是否适合EB1A NIW你可以考虑联系我们 我们会提供免费的评估 给你提供这样的建议 哪怕你现在还不符合要求 我们可以提供建议说 你可以怎样考虑提升你的背景 从这一方面 那么刚才讲到的是科研人员 除了科研人员以外 你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什么样的其他人 也能够办EB1A或者NIW的绿卡呢 好的比方说商业背景的人士 那么一般在本领域 获得过一些奖项 比方说某某行业的十大企业家 有一些关于这位申请人的媒体报道 担任过领域内一些奖项的评审 那么就可以考虑申请NiW或者是EB1A 再比如艺术家 一般如果有关于这位艺术家 很多的媒体报道 获得过专业内的一些奖项 比方说建筑师 获得过建筑内的一些奖项 设计师获得过设计内的奖项 以及同样也担任过 领域内的一些奖项的评委 为领域内一些杂志省过稿 那么也可以申请NiW或者EB1A 对谢谢 那么最后再讲一下 对吧我们说的不能光是纸上谈兵 另外我们为数千位的学者专业人士 来自中国大陆的 现在还住在中国的 以及在美国在其他国家的 这些申请人取得了批准 那么还有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 对吧 我自己是在马里兰大学上学的时候 在PhD毕业前提交NiW 然后获得批准 后来拿到绿卡的 那杨律师你的情况呢 我是在做博后期间 通过EB1A获得的绿卡 那你看杨律师和我呢 我们都有通过EB1A NiW取得美国绿卡的亲身经验 然后呢我们也有 中国美国名校毕业的背景 有科研经历 PhD学位和博士后的这样的经验 所以呢我们认为 可以给申请人 提供更好的帮助 取得EB1A和IW批准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欢迎联系新闻名律所 谢谢